流亡美国的中国民运人士杨建立博士 日前接受香港支联会主席李卓仁的邀请 前往香港参加全球首家六四纪念馆的施展活动 结果遭到强制遣返 据了解这是杨建立第四次被香港当局拒绝入境 李卓仁表示 香港政府是根据中共当局提供的黑名单办事 尤其今年是六四二十五周年 中国的民运人士要想入境香港是更加的困难 19号晚上9点多杨建立由美国经台北飞抵香港 准备出席20号举行的六四纪念馆传媒预展 结果被香港入境处扣查近4个小时 之后被遣返台湾 香港入境处在接受媒体查询时 拒绝说明为何拒绝杨建立入境 杨建立对英国广播公司BBC中文网表示 她仍持有中国护照 按照规定可过境香港逗留7天 这说明香港存在所谓入境黑名单 然而这是来自北京的名单 作为律师曾前往机场协助杨建立的 香港民主党立法议员何俊仁透露 入境处职员一直拖延时间 令人感到他们需要向香港以外的人请示 从香港回归之后 香港的特区政府呢 从人为一个中国的奴才 已经变成一个中国的帮兴 号称一个自由开放民主的特区 却害怕一个这个民主自由的斗士 集结杨建立博士入境 这是非常荒唐的 杨建立出生于中国山东省 1986年留学美国 1989年曾回国参加六四天安门 反腐败要民主的学生运动 她亲眼目睹了中共军队开枪射杀 无辜学生以及学生被坦克车 碾死的惨状 杨建立对香港苹果日报透露 她原计划于20号参观六四纪念馆时 向在场人士分享她的这段经历 因生元六四学运杨建立被中共当局 列入拒绝入境的49人黑名单 杨曾于1996年和1999年 两次申请返回中国大陆都遭到拒绝 2002年杨建立回国争取 异议人士回家的权利 结果被抓 2004年5月杨建立被中共当局 以间谍罪和非法入境罪判囚5年 后经海外组织营救 于2007年4月获释 此后杨建立先后在2008 2009和2011年试图入境香港 但都没有成功 这一次是她第四次尝试进入香港 邀请杨建立到港的香港支联会主席 李卓仁对杨被拒绝入境感到愤怒 香港现在是没有自主的热景的政策 只要问过香港就更拒绝名单 拒绝民运人士进来香港 但我们是非常的粉碌 中共在香港控制了我们的热景政策 所以他每次来都不可以进来 另外就是王丹无意开息 现在还在参与民运的都不可以进来香港 尤其今年是六四二十五周年 是一个敏感的年 他们要进来就更困难 李卓仁表示 今年是六四二十五周年 北京十分紧张 支联会网站数度被黑客入侵 筹办的六四纪念馆也遭到中共的打压 六四纪念馆也遭到本地的打压 有两个业主要告我们 我们觉得这一定是背后有政治的目的 我们不知道何丙进有没有关系 因为没有证据 但是一般的商人不会用自己的钱 去做这些事 因为我们不会影响他们的生意 有人出钱这个是很明显的 那谁出钱 我们觉得很大的可能是中共的打压 现在整个香港政府的运作 完全是按照中共的意志 中共的意识形态 渗透到香港的方方面面 所以香港政府拒绝杨建立博士入境 其最主要的原因 就是在六十五周年的封口浪尖上 他不要再给自己添乱 让所有民主的声音 都挡在香港自由一个贸易方口之外 香港特区政府绝对是遭到人们所唾弃的 四度无法进入香港的杨建立 向媒体表示 他会不断地试下去 总有一天他会进入香港 而且总有一天他会回到中国大陆 再次回到天安门广场 那是他的心愿 这次回到天安门广场的杨建立博士入境